聽說幾年前老公在美國 一直勸說你他想在美國開店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先到 決定到美國去定居一段時間 然後去那邊只要帶子彈過去 對不對 所以我就勞保就退了 退之後帶你一百多萬去 那去之前老公跟我講說 因為我老公在美國做推拿師傅 做得非常好 恩客很多 所以他就一直想說 你知道男生的夢想就是 我要開店 我要做老闆 你看我做得這麼好 我一定可以自己開店 對不起 蔡偉華 所以他當推拿師 女性他也要幫他推拿嗎 對 因為他有開店的執照 也有做按摩師的執照 所以做得很好 那我就想說 好考嗎 推拿師好考嗎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馬律師想考 對 男生不做一個好考 不然不一樣的 無論如何 那去那邊總是要 所以我就把這個勞保錢退了 大概一百多萬全面去投靠我老公去 那去到那邊我老公就講 說你啊這樣 我跟你講 你要開個店 就開始描述我們未來美好的願景 他想說你看我們在美國呢 開個按摩店 那這個按摩店 因為說真的按摩店 就是靠個人技術嘛 那不需要太多的身材器具 那成本很低 我算一算 好像是 然後講說你看我們開按摩店 然後你呢開得好的話 我們就賺錢 可以在美國再買房子 把這個房貸什麼都可以付清 然後如果你要回台灣也可以 因為你回台灣的時候 身分就不一樣了 你就是老闆娘 我聽老闆娘 眼睛就亮起來 老闆娘 我是老闆娘了 然後老公講說 對啊 那你知道我們可以在美國開 台灣也可以開 開很多很多的分店 然後一開始那個幻想 就錢就從頭頭頭頭天上掉下來 我就是嘻嘻嘻 每天在那邊數鈔票 多好的願景 多好對不對 真的也很好 好 就開吧 好啦 那因為他有開店的執照 所以那開店第一步動作什麼呢 就是說那錢 因為我只帶去一百多萬 說真的也怕不夠 所以我老公還特地找了一個合夥人 從台灣這邊匯了一百萬 換句話說兩百萬的資金 開個店應該夠了吧 就算在美國也可以 可是因為你按摩店你不需要太華麗的裝潢 最主要是人工 而且燈光又暗暗的 對 買幾張美容床有沒有 挖個洞那種的 挖個洞那樣 對 然後就想好了 都知道到哪裡去找到這個經銷 就找到這個提供這個貨源 美容材料的這個店 然後開始看店面了 好 今天這家看 那他都還在按摩店上班 下班一起去看 看之後 不行 不行 我說為什麼 不行 我覺得這家店很好 房租太貴 各位你知道 這個概念就是你旺鋪 就是人潮都 地點好的 房租一定貴嘛 那你地點不好的 房租當然就比較便宜 可是我老公大概就覺得說 他要開要開 一定要開一個賺 沒有人希望開賠錢的店 就要賺錢的店 好 就開始說 不行 這家不好 店租太貴 那家那家不行 那家的地點不好 就看來看去 看到後來 看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不要講開店 連窗戶都沒看到 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就發現 那一年時間到了 我們就把這個錢 我想說也不用指望 因為我們跟那個合夥人 有打一個合約 就是說一年內 如果沒有開成的話 這個錢就要還給人家 結果呢 這個錢就還給人家 然後呢 我看一看 存著一看 我帶去的那一百多萬 要開店基金 沒了 啊 化光了 對啊 也不知道 他要哪來去 因為那我就說 這怎麼會這樣呢 這店也沒開成 那一百多萬是誰在管啊 因為去到美國的時候 因為我老公先去美國嘛 所以我們有個共同帳戶 講共同帳戶 其實所有的錢 帳單什麼的 全部都是我老公在處理 我就只負責 那他推拿 對對對 那那時候我在電台上班 你就推回來嘛 沒有 我在 沒有 我就推 五萬 對 那那時候我在電台上 那我就想說 奇怪 因為我那時候在電台上班 我也有賺錢 但雖然賺不多 夠我自己個人用 那我老公又有在上班啊 那小孩說真的 他學費也有申請獎學金 這一百多萬 花到哪裡去了 不知道 那說真的 因為我也是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 經濟共犯啦 所以我也不敢講什麼 我只跟我老公講說 這樣賣掉 趕快回來台灣 這個美國 這樣開銷這麼大 這一百多萬 花到哪裡去 通通不知道 趕快回來台灣 好啦 那回到台灣來之後呢 我們把美國的房子 給處理掉了 那又有一點錢對不對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老公講說 那再來開店吧 美國沒開成嗎 一元 對 那我真的好傻好天真 因為我覺得說 我老公他想要開店 創業賺錢 沒有錯 我也希望他賺錢嘛 大家日記比較好過嘛 那我不支持他 又有誰會支持他呢 真的就是本著一本初心 然後講說 好吧那就再開店吧 好然後呢 也到處看 看看看到後來 一樣的問題 所以地點好的呢 電租太貴 地點不好呢 他也覺得不會賺錢 那弄半天 最後呢 我們回來五年多了 因為還是沒開成 然後呢 前野去 然後去做其他的用途去了 那到後來前一陣子 我是在看不下去 我跟我老公講說 你既然這麼想當老闆 我還是支持你 這樣好了 你在東區 租一個小套房 當個人工作室 那這樣也很好 因為個人工作室 三萬五萬而已嘛 那也月租嘛 房租也這樣 你可以自己在網路上 在什麼什麼 我老公說好 好到後來也沒有行動 然後他更想出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直接在我家門口 掛一個招牌按摩 起電話幾號幾號 我抵死不愁 我們家 我怎麼可以讓沒有 實際的人來我們家 我的兒子你知道嗎 我說不要不要 千萬不要 我說我情願花錢 讓你去東區租一個 工作室 在我們家不太適合嘛 對不對 我們有隱私問題嘛 什麼的 後來呢 總之這些呢 都是美夢一場 那我也覺得 他的時間點也過去了 他可能也知道 他現在呢 就乾脆說 我在外面接Case by Case 我到人家家去 或是怎麼樣這樣子 只是說我覺得 開店這個錢 雖然一百多萬 就這樣沒有了啦 但是我就說 要啦 認清現實之後 聽說你是把 勞保退休金也領出來 是啊 全部啊 就不見了 沒有啦 店也沒開成 所以我很難理解 梁靖茹他們的想法 那我是因為說 就怎麼樣 夫妻嘛 那怎麼樣 我不支持他 還能怎麼辦呢 所以我想很多 夫妻嘛 不支持怎麼辦呢 那我老公 看是不是人材啊 而且他們都有很多的願景啊 都會跟你講說 你看我們開了這個店 會怎麼樣有多好 會賺錢 會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女生才傻傻 就這樣一直投資下去啊 老公是什麼 什麼星座的 天秤 那你呢 獅子 這跟 黃醫師 這跟星座 這跟星座也沒有關係啊 不要以為我什麼都能講 可能要問一下唐啟陽 對啊 搞不好黃醫師 以後在這個 也有一天天喔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獅子座 其實就是愛面子 而且獅子座 也很不喜歡失敗 所以其實有時候 獅子座在支援別人的時候 以後以為我什麼都能講 就是這句話很好笑 沒有 因為我們也有看過 很多獅子座的朋友 就是說她真的就是會 望夫成龍 就是真的 她比較喜歡就是那個光環 我們必須講 所以剛剛玲玲姐說的也沒錯啦 就是 也不是每個女人 都想要當老闆娘 可是我想獅子座 如果覺得有老闆娘可以當 不錯啊 就來試試看投資 而且其實獅子座 比較沒有心眼 所以她不會像我們這樣 就是想說 這到底有栽雕 沒有栽雕 她就是會 可是我覺得玲玲姐 應該是年紀到了 然後又有歷練 她是算是呢 那個毛有掉一半的獅子 你知道嗎 她有掉一半 所以她 公獅才有毛 你知道嗎 獅子真的真的 她就是因為獅子就是 很會很喜歡那個 那種很光鮮的感覺 然後要當王的感覺 對 那她掉了一半的原因是 就是這些磨難嘛 這些歷練 所以她懂得停損 所以她懂得停損